19歲小將林荺茹 冬奧創造驚奇 混雙奪童 個人賽也闖進四強 她的奧運之旅還沒完 小林同學搭配兩位名將 莊智淵 陳建安 出戰男團16強賽 首陣遭遇 克羅艾西亞 第一點雙打 中華派出老將打頭陣 莊智淵打配陳建安 這對曾獲2013雅錦賽 冠軍的黃金拍檔 苦戰5局3比2 為中華先持得點 緊接著林荺茹上陣 只花21分鐘 就以3比0收拾對手 為中華隊強下team牌優勢 接下來由Log男人來收尾 桌球教父莊智淵 出戰第三點單打 不給克羅艾西亞任何機會 又以3比0擊敗對手 桌球男團首戰 中華直落三 窗進八強 林荺茹 加油 林荺茹 加油 林荺茹的宜蘭老家 鄉親們齊聚為他加油 希望他為台灣再拿一面獎牌 而冬奧出登場的陳建安 三代同堂緊盯銀幕 為他喝采 這次的奧運 我們的主力 小林 莊智淵的主力 加上陳建安他們的鬆打 也後期我看好了 男團過了第一關 八強賽可能遭遇德國 林荺茹瞄準傲洽夫 希望能抱男單落敗的 一箭之仇 而桌球女單 一號晚間也有賽事 混雙奪童的鄭宜靜 搭配陳思宇 鄭先知 將交手美國隊 桌球女立立拼 七開得勝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 佳麗 歹統 歹統 聲明 歹